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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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英国甚至出现有人在睡前滑手机右眼突然失明的案例 前来求诊的是两位女病人 几个月内他们多次经历了短暂失明的情况 看不见的时间最长有15分钟 为了找出病因 两人在医院里接受了详细的身体检查 后来医生疑问才知道 原来这两位病人都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 习惯测睡的他们喜欢睡前摸黑滑手机 当他们侧躺 一只眼睛受到压迫 就用另一只眼睛看手机 于是一只眼睛适应了光线 另一只眼睛适应了黑暗 当他们放下手机 原本看手机的眼睛不能马上适应黑暗 于是就突然看不见了 医生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短暂智慧型手机失明 还好这种情况通常只会持续几分钟 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其实真正严重的是 长期用不正确的姿势 在光线不足的地方滑手机 那么不管是一眼或是两眼 对眼睛的伤害都很大 但是即使知道对眼睛不好 人们还是很难戒掉 睡前滑手机的习惯 医生建议如果真的戒不了手机 为了健康也要避免在黑暗中滑手机 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们才能拥有闪亮亮的灵魂之窗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滑手机真的很伤眼睛 一定要适可二指猜新 其实除了手机 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危险的生活习惯 不知不觉中侵蚀了我们的健康 例如 比方说我们坐着好了 你看我们现在累了 坐一下没什么 但是上班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全部都坐在椅子上 一动也不动 长期下来就很不健康 只是坐着也会危害健康 专家说 久坐会提高心脏病及罹患癌症的几率 是健康的隐形杀手 看书 工作 休闲活动 许多时间我们都是坐着度过 但你算过你一天坐了几小时吗 英国剑桥大学最新研究指出 每天坐着八小时不动的人 比起其他人 早死率高出了百分之六十 为什么久坐会容易早死呢 因为坐着没有运动 新陈代谢差 罹患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相关疾病的风险也会变高 专家说 长期坐着不动 其实就像吸烟一样危险 但如果每天有少量的运动 就能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 无必特地去健身房 只要每天运动一小时 就能得到良好的效果 假如真的没时间运动 每小时离开座位走五分钟 或利用午餐时间外出 走走路都能降低死亡的风险 为了让国民有健康的体魄 英国政府甚至在公园 举办了相关的运动课程 鼓励民众动起来 为了健康 不妨就从今天开始 播出时间动一动更健康 我明白了 所以应该要做一阵子 就起来走一走 活动活动金骨 没错 而且最好是走出户外 晒晒太阳更健康 晒太阳 可是不是有紫外线吗 是没错了 可是如果调节时间 适度晒晒太阳 就可以吸收到阳光维他命 维生素D 可以预防弯腰驼背的口罗病 也可以进入日晒 维生素D 是骨骼生长的重要营养素 它能直接从食物中取得 也可以经由日晒 让人体自然产生 我认为我们的肌肉 孩子们肯定是肯定是长的 肯定是长的 我希望他们肯定是强的 我自己也在40年 我已经超过肯定的肯定 肯定是肯定的 所以我肯定是健康的 健康 但是我肯定是肯定是肯定的 肯定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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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专家建议民众 在秋冬季节 每天应该补充更多的维生素D 来保护骨骼和肌肉的健康 为什么是秋冬 因为英国春夏的阳光充足 到了秋冬阳光就相当有限 为了让人们有充足的维生素D 英国政府甚至考虑 要在食物上下功夫 有必须要考虑 有必须要考虑 再次是我们的健康 会考虑准备 进行更多的食物 所以想要更多的食物 例如汁 要考虑准备 更多的食物 更多的食物 更多的维生素D 是要考虑准备 缺乏维生素D的小朋友 可能会骨骼钙化不良 严重的话 还会导致儿童抗扰病 影响发育 为了让孩子 可以健康地得到阳光维他命 该怎么晒太阳 也让妈妈们伤透了脑筋 我没有使用维生素D 我给他们Factor 30 所以他们仍然会 在肌肉上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可能是一步太远 但 我认为 有些资料 有些资料 我认为 我认为 认识的 是危险的事 你能够接受 你能够接受 那么 要晒多久 太阳才算足够 适度的晒晒太阳 每天15分钟就行了 而且 最好选在早上 清晨 或下午4点以后 阳光 没那么炙烈的时间 去做日光浴 就能有充足的 维生素D 骨骼好健康 滑手机 坐着 晒太阳 都是我们每天会做的事 要是习惯不好 长期累积下来 真的会影响健康 对啊 而且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一小部分而已 有了好的生活习惯 才有健康的身体 如果大家之前 都还不知道 那就从今天开始 赶快改过来吧 乔乔 你觉得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是什么啊 我觉得是棒球 每次你在看比赛的时候 大家都拿出大国心 平民呐喊的样子 实在是太热血了 棒球在台湾是很盛行 没错啦 不过不是 那是篮球吗 每次NBA 在打总冠军战的时候 都是长长报买 乔乔 你说的都没错啦 不过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是足球 怎么说是足球呢 因为他所需的设备不多 规则容易 入门技巧也更容易上手 所以全世界各地 才会有这么多的球迷 原来是这样子 不过韵婷 你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是要带我们去认识足球吗 答对了 虽然足球在台湾 并不是很盛行 但还是有一群人默默地在耕耘 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苗栗尖山国小 认识他们的女子足球队 看他们如何发挥脚上功夫 赢得胜利 没关系 我还有一颗 你们不要这样 我也想踢球 都是幻觉 吓不倒我的 少林足球大家都看过 电影里面周星驰的大力金刚腿 无人能敌 少林队的队员 各个也都有着爵士的好功夫 而在现实生活中 也有一群小小足球员 各个都能踢上一架好球 而他们就是刚刚不断踢走我球的 尖山国小女子足球队 小记者今天带我们来到的苗栗 线头份是尖山国小女子足球队 成立已经超过十年 不论在国内或国际赛事上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光是冠军奖杯就有三十座之多 来看看他们的足上功夫有多厉害 头要抬起来 三台 头抬 手抬 脚跟抬 基本姿势 三台 抬头观察 正在指导小球员练球的刘恒亮教练 二十三年前创立了尖山国小足球队 十年前组女子足球队 快来看看刘教练平时是怎么训练小球员的呢 好来 张开 手 你的追上来 我马上停球 假停下来 他都停下来 然后我们就快走 这叫急停急走 这控球训练可是很重要 能将球安稳地控制在自己脚下 对于球队的进攻或防守都很有帮助 我说运婷啊 你怎么还站在旁边看 赶快加入大家的练习吧 今天在我们右方的摄影是我们西人 在这边右方 我用左脚把球拉给右脚 左脚去挡它 右脚拉过来这样走 懂吗 怎么这么难啊 到底是左脚还是右脚呢 观众朋友们也看得不撒撒吧 看起来运婷好像跟不上大家的进度耶 不过没关系 因为他好像已经找到救命了 这位是球队队长云轩 目前是六年级的学生担任球队后卫 运婷 我今天教你点球 这是初学者刚刚要学的 好 我先示范给你看 我这样做对吗 对 那训练这个就是学习这个点球 是可以训练什么东西 要训练在球场上扣球不叫稳 点球要注意什么 点的时候不能让球跑走 好 学完了点球现在要学什么呢 内外侧绕圈 内外侧绕圈是什么呢 我示范给你看 好 内侧四下 外侧四下 等一下 你说只能用四下 嗯 绕四下 一 二 同学做起来很顺耶 不过 韵婷 你的球怎么这么不受控啊 球会一直跑掉怎么办 再轻一点 然后另外一只脚跟着动 原来这个动作还有一个诀窍 就是要三抬 手抬 脚后跟抬 跟头抬 就像小狗狗一样哦 这个动作是要让你的球 不容易被对手踢走 学完了第二招 那第三招是什么呢 现在就请这位同学来告诉我们 用两只脚的内侧盘球 先慢慢的 如果 会的话 再加快速度 我这样做对吗 嗯 是不是距离要再拉开一点 不用 内侧盘球一样是练控球的稳定度 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就像台湾李宇说的 手抹股材 就不怕手逃脆 足球顾名思义就是用甲来运动 但在足球场上 有一个人是用手运动哦 那就是 手门员 手门员是球队的必要角色 也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主要工作就是不让敌队的球 跑进球门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手门员应该有哪些防守动作呢 好 衣袖 手门员的基本动作是什么 脚要打开与肩膀同宽 然后要 膝盖要蹲着 手要拿起来 为什么手要拿起来 因为如果球来的时候 你可以挡出去 然后再抱起来 怎么抱啊 就是两手 就是不要完全病 然后这样抱起来 打到这边抱起来 那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如果球高于头的时候 你可以打出去 用拳头打出去 或抱起来 那如果就比较低过头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抱的 对 手门员常常需要跪下阶球 所以平常也要练习 像这样左跪右跪的动作 可以帮助腿部的激励哦 在韵婷通通学过一轮之后 咱们马上就要来一个随堂测验 看看韵婷当手门员的成果吧 看起来韵婷的动作还蛮顺的 每一球都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不过也是因为同学们脚下留情 都提安全球给她啦 真正的比赛 这群娘子军可是没在客气的哦 现在我要加入大家的比赛咯 走 什么 韵婷竟然要加入大家一起比赛耶 我都替她捏把冷汗了啦 你可要加油哦 绝对不能丢小主播的面子 Fight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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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动作这么快啊 球大概只停留在韵婷脚下三秒 就不见了耶 方圈来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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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三名前锋球员组成 比赛时间为两个半场 一个半场四十五分钟 共九十分钟 好累哦 刚刚在比赛的时候因为太紧张 所以刚刚学的招式都没有派上用场 想要直接踢球却又踢不到 大家真的好厉害 佩服佩服 另外还有一种五人制比赛 双方拥有五名球员 包括一名防守球员和四位进攻球员 像同学们之前参加苗栗县政府所举办的足球比赛 就是选择五人制的赛制哦 当天的比赛是男女混合 所以千山国小队上的 是由男孩子组成的足球队 不过这群飘悍的娘子军们可是没在怕的哦 这天刚好是冠亚军的争夺战 一开场咱们的女足队就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好球 虽然一度被清水国小踢进球 但整场比赛下来 球大部分都控制在尖山国小的脚下 这群娘子军们完全hold住全场 势如破竹 中场就以7比2 融获这次比赛的冠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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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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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获胜那是意料中的事情 但是品质还是也可以更好 比赛品质也可以更好 第一个 你们我们的传球 传接球 传接球 传接球就看到一个控球的 一个资源的 这个联系没有做得很好 我在跟你们讲 我们要靠个人的动作 跟团队的合作 这两点如果能够完全发挥 那球赛获胜是一定的 我觉得我们的射门技术 还不太稳定 我们下次会改进 虽然赢得比赛 但是同学们不以此为傲 仍然说出自己该改进的地方 就是有这样认真的态度 才会有这样的好表现 值得学习 我们希望他除了学习足球技巧以外 要学习跟人家合作 因为足球大家 你看大家跑来跑去之后 要跟人家合作 要跟人家竞争 要跟人家比赛 这个是人生一定免不了的 竞争跟合作的关系 我希望小朋友 踢球的时候 从中而领会了这个道理 不过这几年球队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因为人口外移 小子化出现断层 造成招生危机 另外一直以来的经费不足 也是持续阻碍小朋友练球的原因 好在有各界的爱心 乡里的支持 才让小朋友能尽情挥洒汗水 争取最好的成绩 那踢足球 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一次去比赛得冠军 很开心 踢足球有没有什么收获 刚开始我进来的时候 还不会踢球 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强 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踢足球有没有让你发生 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踢球不是很好 所以那时候在比武人志 他们丢球我砸到脸 然后哭了被叫做换下来 同学的坚持令人感动 祝福同学们的足球路 走得越来越顺遂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报导 让更多人参与足球运动 大家呼朋引伴 一起奔驰与草地 踢出自己美丽的未来 今天来到尖山国小 采访他们的足球队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觉得每一个招式都很难 但教练让我上场比赛 才知道原来足球 是这么好玩的运动 还能学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回去我要向我的同学说 足球是这么好玩的运动 大家一起来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